哈囉大家哈 我是阿謙 今天呢我要來告訴大家 我在外面晃晃一個小時的戰利品 今天沒有花時間出去走了很遠很遠的路 或者是到哪個地方特別去抓神奇寶貝 因為今天是個很重要的日子 就是跟家人吃飯 但是我還是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在我家附近的公園晃晃 然後抓到了蠻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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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神奇寶貝 我要來介紹的第一隻是這一隻 超音符 超音符是我在出門沒多久之後遇到的 超音符好像這個神奇寶貝蠻多的 很蠻蠻常遇到超音符這隻神奇寶貝的 再來我第二隻我遇到的是這一隻 曼藤怪 藤曼怪 怪藤曼 藤曼怪 再來我走到一半的時候 今天去公園走到一半的時候 我的這一隻小火龍 從蛋裡面蹦出來 他是誕生出來的火龍 拿到這隻小火龍之後 我的御三家就算是收集完全了 我現在已經有傑尼龜 妙蛙種子 然後還有這一隻小火龍了 對三隻都可以練了 走一走之後呢 我又遇到了這一隻是 小瓷怪 小瓷怪 嗯 感覺很電喔 後來我又遇到了這一隻 皮皮 很可愛的皮皮 有點胖又不會太胖 這皮皮 長得有點像胖的鯉 但是其實他不是 然後後來走一走 又遇到了 鯛魚燒 這個我們的鯉魚王 鯛魚燒 鯉魚王很多隻啊 然後後來呢 我又再遇到了 又遇到一隻小的超音符 其實常常要遇到很多重複的神奇寶貝 上一集已經說過 就是重複的神奇寶貝 你可以把它轉換成Candy以外 像這種超音符很容易遇到的神奇寶貝啊 你如果有很多很多的Candy 你就可以盡量讓他進化 就是Evilote 就是讓他進化成 呃 超音符進化上去是 呃 大嘴符 大嘴符 超音符進化上去是大嘴符 你可以讓他進化成大嘴符 你會得到500的經驗值 也就是說 你收集越多的 小隻的這種神奇寶貝 像是超音符啊 波波啊 這一種 你收集很多很多很多 然後把它累積下來 然後去吃我們的經驗加倍 Lucky Egg 你吃著這個經驗加倍之後 他進化的時候 經驗值就會是兩倍 你一次累積很多 然後再吃 Lucky Egg的時候 把他全部都進化 你的等級就會飆升喔 這是一個練等的好方法 在這邊偷偷告訴大家 然後我後來 抓到了這一隻 這一些重複的之後 我有抓到一隻新的 這隻是瓦斯蛋 瓦斯蛋上去是雙彈瓦斯 不過我之後抓到一隻瓦斯蛋 他50顆才可以進化 瓦斯蛋 很Q吼 很Q 胖胖臭臭的 然後這一隻是 尼多朗 尼多朗 嗯 對三聲朗 尼多朗 他是最輕的耶 他是XS的 4.02公斤而已 很輕很輕 啊 我有抓到這個 綠毛蟲是玩 黃板前期 還蠻好用的一隻神奇寶貝 因為綠毛蟲 最後可以進化成 八大狐 八大狐其實是很厲害的 然後 這一個應該是 大雜蟹 大雜蟹 阿伯蛇 阿伯蛇 阿伯蛇也是今天 不小心被我遇到的 在 就是右下角 他有時候會顯示說 喔這個區域有什麼神奇寶貝 但通常是參考用啦 對然後這隻阿伯蛇也是我今天遇到的 喔這個是烈雀 這個也是 突然出現的烈雀 不知道為什麼會突然出現一隻烈雀 喔這個是 喔 Golden 這一個叫做 呃 鯨魚 鯨魚 呃鯨魚 眼 不是 角鯨魚 角鯨魚 這隻叫做 角鯨魚 對 長得非常非常可愛喔 角鯨魚 後來我回到家之後想說 喔我在家裡試試看 可不可以就是 也抓個神奇寶貝 然後就出現這一隻 大嘴 福 大嘴 大嘴 而且他是超 超高CP 406 大嘴 今天我覺得抓最好的就是這隻神奇寶貝啦 這一隻叫做 柯P 不是 這隻叫做 可達鴨 他長得超級可愛的 我已經有抓到他兩次還三次 對 喔我抓到了三隻他 可達鴨 然後我等一下就會稍微把他 多餘的變成糖果 看可不可以讓他進化 可達鴨科P 超級可愛 好的那我今天的神奇寶貝圖鑑大概就是 多新增了15種左右 依照這個速度下去 我應該很快就會成為神奇寶貝大師了 那我今天遇到的神奇寶貝差不多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你們也有在抓神奇寶貝 一定要記得要注意安全 因為外面現在 非常非常多人在抓神奇寶貝 所以記得隨時要記得看車 也要小心不要跑到馬路上中央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集神奇寶貝的話 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就可以知道我的神奇寶貝圖鑑收集到哪裡囉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掰掰 拜拜